一段時間一直在為這件事情禱告 那為什麼會有這間教會的成立 是因為在神學院的時候 就是這個你們說是什麼 敬強哥哥嗎 好然後呢就帶著我呢 我們就去探訪一些 他一些在神學院的弟兄嘛 的家人 我們也因為這樣就認識了一些的家庭 那我那個時候 就也沒有想要開拓教會啦 只是想說怎麼樣讓這些家庭的 孩子可以進到教會 但是一直沒有辦法成功的轉介 因為他們習慣認識的人 那我們也就 突然就神就把感動就想 那我們是不是自己就來開 就開拓一間教會 讓這些家庭可以進到教會 對那也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我們沒有任何的中派 我們就什麼東西都從零開始 但是憑著信心 然後我們也有神很確定的 確信的話語給我們 那這一路走來 那就看到神很多的神之奇事 在福星教會當中 那這個包括今天來的這些小朋友 都是我們很寶貝的孩子 那我相信神要透過小孩 來祝福家庭 那當小孩可以把這個 屬於那影響力帶到家庭的時候 家庭就可以被轉化 家庭轉化社會就會被轉化 這是我們的一下 好的 謝謝 大哥還有分享 我之前